无独生 生命电视 一大死大悲心 无独中生 接下来请收看 菩提系列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可是的观念从真实的人物里面的行为 可以知道说佛法其实也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 我们点点滴滴都要很小心 我们所作所为 所以从上面的一个故事里面 就是麻风患者 这个苏帕普达 他因为过去是有造的这个恶业 那他就会受到患麻风病症这样的一个恶报 那当然我们在世间里面 我们有时候也会觉得说 这些都不是我们希望所接受的 可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说 这个麻风病患者 他能够在他承受的这样的恶业的时候 当他听闻了佛法 他就坚信了 而且他真正能够去实践 就是能够坚持信心 还有实践 有禅 有愧 而且能够还行布施 然后坚持要保持有智慧的 这样的一个做事的原则 在心里能够去追求真理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信心 也就让他 就是虽然天文佛法 很快的他就往生了 可是他就升到了这个道理天 他就因为对佛法的信心 他就已经得到这样的善报了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 当我们做恶的时候 真的是无名 可是我们要是了解到真理的时候 我们就要坚持 就不要再错过 所以这个法剧经里面的故事 好像是发生在一个普通的人 好像我们平常都会听到这种事迹 可是他的差别 也就是说 有听闻到佛法的这样子的一个作用 他的改变 那他是真的从心就改善了 所以我们应该要有具足这样的信心 那接着我们再继续来看的就是这个法剧经第五品的 《余品》的第六十七个法剧 那第八个故事 那这个法剧里面的法语 也是谈到的是恶业的问题 因为这个是余品 所以谈的都是因为我们无名就是没有看到到底真理的真相 所以我们会随着我们的习性 我们的妄念 然后就去操作 所以有伤害到的这种行为 就是恶业 所以这里提到的就是恶业是照做之后会后悔的业 那恶业是当接受恶报时使人替势纵横的业 所以我们也可以很清楚了解 最主要的就是我们有照做恶业的时候 我们承受的这个业报的时候 当然都是痛苦的 不管是我们身体的痛苦 或者遭受到这种好像被人家要处罚的这一些的伤害 那这个时候我们都会后悔 然后乃至呢都是会替势中衡 就是会流泪啊会伤心啊 就是悔不当初啊这样子的状况 那在这个故事里面呢 也就是以一位无知的浓人为主角 那题目是叫做佛陀拯救无知的浓人 就是一个种田的浓人 那这个故事提到的就是这个缘起啊 就是因为有一天那几个小偷啊 他们就在这个空旷的旷野的地方啊就分赃啊 就是这些小偷应该就是先去抢了人家的财产啊 然后呢就在这个黄野的地方 就赶快把他们抢的这些钱财啊就分啊就分赃啊 那分赃了以后他们就离开了 结果离开了以后呢才发现说啊这个地方呢就 他们疏忽了就留下了一包的钱啊 就是遗漏了那放在这个空旷的地方啊 那当时呢就佛陀因为他每一天早上起来啊 佛陀都会用他的天眼通呢 他就去观察说啊这个世间呢 有谁啊 今天有一个因缘 应该是会领悟到佛法 那佛陀呢就会势机的 就是会去度化这个人 就是让这个人呢 就是启发他的那个善根因缘 所以当时佛陀观察的时候呢就发现说 哦就是在那个小偷呢 他所遗留的这个钱包 钱财的这个袋子的一个 袋子的钱的地方呢 有一位农夫啊 那这个农夫他就在那一天呢 就应该有一个实际因缘会领悟佛法 所以呢当时佛陀啊 就由欧难的陪伴 就前往这个地方去 结果这个农夫呢 因为他也就是不知道佛陀是为他来的 所以他看到佛陀呢 他只是向佛陀问训 所以他应该是认得是佛陀啊 只是因为他也还没有正式了解 他也没有了解佛法 所以呢他跟佛陀问训以后啊 他就继续耕种啊 就做他的这个耕田的这个事情 这个时候呢佛陀呢 他就走过去那一代的钱财的这个袋子 然后呢这个袋子是装钱装的满满的 那佛陀呢就跟欧难讲一句说 欧难啊你看啊那一只奇毒的蛇啊 我说哦那个袋子里面啊是很毒的蛇啊 哦那那底子里面是一毒蛇啊 那结果欧难呢也回答说 世尊啊是啊真是剧毒的蛇 所以欧难也回答 欧难说是呀是呀哦这是很毒的蛇啊 结果说完以后呢那佛陀跟欧难他们就继续就上路了 然后他们就离开这个现场了 结果这个农夫呢他就听到佛陀跟欧难的对话 他们说哎是有毒蛇啊啊 结果他们就想说哎这个农夫就想过去看看说哎 那个袋子里面是真的有毒蛇吗 结果一看哇根本就是一袋的钱啊 那所以他就拿起这一袋的钱啊 他就把它藏起来了 结果这个时候呢这个被抢的 的人啊就是那些小偷啊去抢啊 然后这个被抢的人呢他就被抢了以后呢 他就一直要去追这个抓到这个小偷啊 所以他就追追追就追到了这个空地啊 可能这个小偷跑得快嘛 然后这个这个主人就跑得慢啊 可是还是照着那个方向一直追啊 结果他到了这个空地呢 哎农夫也回家了 所以他就寻着哎最清楚的这个足迹啊 就是最后一个足迹就是农夫的啊 所以他就寻着这个足迹就找到了这个农夫 跟他所藏的这个钱啊 哇这个主人就很生气啊 那他就想说这个是农夫偷他的钱啊 原来是这个农夫啊 所以就把这个农夫呢就痛打一顿啊 那而且呢他就把他抓起来 他抓了他就要把他就是要来就是依法办理啊 就抓他到国王那里啊 结果他到了国王那里啊 那这个农夫也没办法辩解啊 因为抓到了就是有钱在他家啊 所以国王呢就判他死刑 那就是以偷盗罪啊当时是很重的啦 所以就要判死刑这样 那这个农夫呢他就 马上就被带到这个坟场 那应该就是这个坟场呢 也就是被判死刑的人 那也是一般的人就把一些尸体丢到那里去啊 所以要被受这个执行死刑啊 那当时这个农夫呢 他心里就非常的懊悔啊 所以他很难过啊 所以他就想起当时呢 佛陀跟这个殴难 他们两个人的对话啊 所以他就自言自语啊 他就说殴难啊看那个毒蛇啊 然后他又自己在讲说 啊这个殴难啊当时回答世尊说 是啊世尊啊真是一只剧毒的蛇啊 所以他就是在那里 就是自言自语的这样子讲 那因为他有提到佛陀啊 所以当时要去执行死刑的这个 的人啊他就听到了 那听到了这个农夫 就一路上啊 从要被带去这个刑场的路上 他就一直这样子在讲 佛陀说殴难啊你看那只毒蛇啊 然后殴难啊回答说佛陀是啊 是知很剧毒的蛇啊 所以他当时就一直在心里 应该他就觉得说佛陀说的真对啊 这真的是剧毒啊的毒蛇啊 就害他呢就是这个钱啊 他的贪心啊 结果呢就害他就是被人家送到这个刑场啊 也被那个主人发现了抓到了 所以呢他当时呢 就这样子一直念 那这个刑刑的人呢 他听了以后呢 他就把这个农夫啊 再把他带回到国王那里 就告诉国王 那这位国王是谁啊 没有写名字啊 可是因为这个国王呢 他是学佛的啦 所以他就把这个农夫呢 就带来 然后问了以后呢 他就想说 那这个农夫呢 可能是希望佛陀来为他作证啊 那所以国王呢 就把他带去佛陀那里 就这个国王 因为当时在佛陀的时候啊 就是有两位最著名的 有几位都是信佛的 像波斯尼王啦 还有这个平伯梭罗王啦 那后来也学佛的欧洲士王啊 那只是在这个故事里面 我们不知道是哪一位啦 那一定是学佛的国王 所以这个国王呢 他就这个农夫带到佛陀那里 然后呢 这个佛陀啊 还真的就是向国王解释啊 解释当时的情况 所以这个就已经证明了 这个农夫呢 他没有去偷 只是呢 就是他没有识经不媚啊 就是说把这个钱 捡到的钱呢 拿到国王那里去说 他捡到这个钱财 就不会有事啊 可是因为他是 见了这个金钱啊 他就起贪念了 那这个钱不是他偷的 可是他占为己有啊 就不是他的钱 所以我们就是在 这个五戒里面说不偷盗啊 基本就是要 就是不要去侵占人家的钱财 尤其就是我们不能把 不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呢 就是据为己有啊 所以当时呢 这个农夫呢 他的后悔啊 然后就是 有提到佛陀 跟殴难啊 那也好像是 因为他对这句话啊 他就是心里呢 就在那个时机因缘 他就特别的受用 他一定是心里很懊悔 然后会觉得说 哎呀真的 为了这个钱财 明明不是他的 可是他起了这个贪念啊 结果造成这样的恶果啊 就是他贪了人家的这个 不是他的这个钱财啊 所以是一个恶业 然后他就被抓了 他本来要去受刑 要处死刑的 那当时他就是 后悔而也难过啊 那所以他 就是 就是 也这样子的一种 对 佛陀说的话 会一直重复呢 也表示他是 相信佛陀说的 这个是真的是毒蛇啊 所以呢 他被咬了 他就是 受到这样子的恶报 所以当时呢 那所以当时呢 就是他也这样子的一个重复啊 然后也救了他 那佛陀 告诉佛陀 告诉国王这样的真实的现象以后呢 那国王就说呢 那这个农夫啊 如果他不是 祈求佛陀 来证明他的清白啊 他早就被杀死了 那这个部分呢 应该 也就是 农夫他自己本身对佛陀的话 能够特别的 就是有感受了 而且 这个表示说 他还是有一个 能够觉悟佛法的 这样的一个善根在啊 所以 佛陀 在 清晨的时候 观察的时候的这个 机缘啊 就是 正好 就是 农夫 他是 犯了这样子的恶业 然后 他在犯了恶业之后 他才能够启发 他对于 佛陀所说的这个道理 他才能够 真正入心去 体会到啊 所以他 等于 就是 从 佛陀的这样的一个话里面啊 他就 真正的了解的这种 真实的现象啊 所以他应该以后 绝对都不会再去 这个偷啊 或是 不会 再去做这种 不法的行为啊 所以 这个就是一个契机啊 那 佛陀呢 当时也说了一句话 说 智者不做会令人 后悔的事啊 那就表示说 农夫当时他是无名啊 他是一个 这个 不自责 那如果是 有智慧的人呢 他就不会做 这个令人后悔的事情啊 所以 如果 农夫当时是有智慧的话 那 他就是 看到 这个 金钱 人家 放在那里 无阻的 那他也不会拿 那 也许我们 会想到说 哦 那 这个 拿了那个钱呢 好像是人家掉的 那 那 是 好像 非来的一个财富啊 那 我们可以想象的到说 如果 这个钱财 是当时是 小偷去偷的 那 这个人 他或许是 跟人家借来去做生意的 那如果他被偷了 他就 等于是 他 还不起啊 那 也会有很大的这种 这种灾难啊 所以 我们虽然 好像看到这个 地上的一笔钱财 我们会觉得说 好像是我们的机会 可是 是别人的损失啊 是别人的 是别人的 可能是他的 一个 真的是 会有大的这种灾难的产生啊 所以 应该呢 想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 就不应该去 聚为己有啊 所以 在 佛陀的时候 就有这样子的一个 这种情况啊 那我们现在 其实也还是有 那 在 故事的学习里面啊 我们 也要能够知道 就是一个 因跟果的这样子的 互相的关系啊 所以 在 因 地里面 所造的 它的 果 那 我们 能够看到 因 那就是智者 就是在 因的地方 就不去造 恶业 那就是智慧的 那如果说 我们看到这个因啊 我们 错误的判断 想说 哦 这个是我们的利益啊 那 会受到 这个后悔的果报 那就是 一个 愚痴无名的人 所以说 一个 有智慧的人 或者是 没有智慧的人 那 应该就是在 这个因的地方 就要小心的 就要分得出来 所以 我们能够在我们 生活 所遇到的 很多的事情里面 那 要能够做到有智慧的话 那我们都是要很小心的 那 那 从这个故事里面 我们 就 看到 很 浅显的问题 那可是好像 我们 要能够做到 这个因都能够清楚 那也是 不容易 那佛陀在 这样子的一个 因缘里面 他就度化了一个 农夫 因为 佛陀当时 也不会说 就 直接告诉 那个 农夫说 这一袋钱 是人家钓的 你不要去拿 那 如果他是这样讲的时候 也许那个 农夫也不一定听 所以 佛陀的教导 也是很巧妙 也就是因为 佛陀他可以知道说 这个众生的 他的根基 要用什么样子的方法 来教导他 所以我们常常说 因基斗教 就是 他教这个众心的 根基来教 所以佛陀内 当时 他就 不说 特別交代 这个 这个农夫说 你就不可以 把这个钱 把藏为 旨友 只说 那钱就是 獨座 只说 那是獨座 那就表示 这个钱 普通人看的钱 就会起贪念 有这个贪念 的时候 我们就 开始 有这个 悲愤的 这个生活 做悲愤的行为 这样就是 误役了 所以 我们 在 这样子的一个 故事里面 其实都有很多层面的 这种 学习 尤其是 佛陀的智慧 还有他的神通 还有他 教化的善巧 都不是我们一般的人 做得到的 所以 在 学佛的过程 其实 也都是要 能够 多听 多闻 然后去 从我们的内心 去探讨 我们对佛法的这种契合 那我们 也来 将我们 学习的 功德 来做回向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徒 上报四重恩 夏季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西发菩提心 尽此以报生 同生极乐果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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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网络先进的时代 人人追求世界上的冲击 不少人会分享与宠物互动的影片 这天我也登上了网络 即将表演的是 一场喂食秀 而我即将成为饲料 被一只巨蟒把玩 眼前的巨大历史 是我最后的记忆 透过大师傅的建议 我来到了天堂 这里有许许多多不同遭遇的同伴 因为这里的慈祥安和 大家都过得很开心 而且这里的一切似乎都是真的 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天堂 哦 要师如来书胜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成一千倍 生命电视 云林观音讲堂 起见梁黄宝灿 孝亲报恩超度法会 公勤法务指导僧众主法 日期至9月14日 星期二起至9月19日 星期日至上午9点开始 地点云林观音讲堂 云林县胡伟镇新南里 逐围六十之三号 里斯特交友站后面 电话056331565 056331565 敬请与会菩萨 做好防护措施 并保持社交距离 每日上午8点半 在抖南火车站前 备有接驳车 生命电视云林观音讲堂 举办梁黄宝灿 暨余谐宴口法会 公勤法务指导僧众主法 日期9月19日 星期日上午9点开始 地点云林观音讲堂 云林县胡伟镇新南里 逐围六十之三号 里斯特加油站后面 电话056331565 056331565 敬请与会菩萨 做好防护措施 并保持社交距离 上午8点半 抖南火车站前 备有接火车 观音的慈悲 佛言 此观世音菩萨 一切人天 常需供养 专称名号 德无量福 灭无量罪 命中往生阿弥陀佛国 观音菩萨永远希望大家 念一下 到极乐世界 因为观音菩萨代表 阿弥陀佛啊 希望众生都能够到极乐世界 那极乐世界的水 八功德水清凉 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的佛光智慧 你到那边不会生气 不会起烦恼 不会哭 都不会 因为那边没有分别心 极乐世界 不会让你贪嗔痴 傲慢 这个心都起不来 极乐世界 你不用还到钱 不用还到健康 极乐世界 每天去看的都是佛陀 十方的佛 极乐世界 旁边永远都是大菩萨 陪着你 没有坏朋友 没有找你去打麻将的 谈恋爱的那种 那观音菩萨 他要慈悲啊 他要引导众生 脱离轮回的痛苦 到一个很好修行的净土 将来可以成佛 啦 嗯 哦 呃 救救流浪的河口 让你心中充满